台中有一隻很有靈性的八哥鳥 不但會模仿主人說話 連郵差來送信 也都會幫忙通知左鄰右舍 因為討喜可愛被小偷盯上 沒有想到在小偷準備要行竊的時候 他竟然還開口發問 為什麼要帶我走 讓小偷整夜失眠 而警方也在主人報案之後 順利找回這隻八哥鳥 有問必答 眼前這隻八哥鳥名叫錢多多 會模仿人講話 也能聽懂人話 聽到有人要幫他拍照 趕緊跳向前 主人潘小姐還說 連郵差來送信 他也會提醒左右鄰居 他最有靈性的就是那個 送信的 在他慈眼那裡 他就會說 花哦 他會叫我 打雞桃啊 叫主人打雞桃啊 聽得出來關係很好 但是小偷傍晚 錢多多被小偷帶走 沒想到他竟然開口問 為什麼要帶走我 讓小偷睡都睡不好 索性不到24小時 警方就找回 錢多多 我很愛他 但是我一點傷心都沒有 我就第六感受 他一定會找回來的 一定會回來的 相信他一定會回家 拿回最親愛的寵物 不但要天天開槓 潘小姐也能繼續當他的 打雞桃啊 旅電TV黃銀秋君彥 台中報導 打雞桃